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闻一开始要先等你来看金融市针对第三季进行施打疫苗的最新状况 在慈激园区内民众反应安排顺畅速度很快 市长林佑昌也特别到现场视察跟民众问好 提醒大家要多喝水多休息 金融市长林佑昌来视察第三季的集中施打 特别到了安乐区的慈激进司堂 了解现场的最新状况并且跟民众寒暄问好 而民众也都称赞现场的动线服务很好 并没有等很久 阿姨 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 谢谢关心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不过还是要注意 回家多休息 然后如果有痛的状况 稍微注意一下 阿姨 打第一季第二季 有什么特别反应吗 没有 OK 我们金融市的疫苗施打从第一季到第二季 施打率都是全国本岛最高的 我们第一季大概已经施打率已经到81% 第二季大概是74%左右 那到了1月15号 我们第三季的施打率大概是6.7% 那我们预计这一次我们安排65岁以上长辈集中来这个进行施打的话 大概可以把我们第三季的施打率提高到大概18%左右 那另外是最近小朋友准备要这个放寒假了 我们也会在放寒假之前把这个18岁以下到12岁的这些我们的学生的第二季的部分全部都施打完 所以我们希望利用集中施打的一个方式把这个施打率提高 然后也增加民众对这个病毒的一个防疫能力 不错 那这边还有住房车 对对对 我们还有我们有接驳车进来 然后因为接驳车进来以后回去的时候 因为今天又下雨天 然后长者们较多 然后顺便驱公所自政府上面有安排防疫计程车回到家里去 然后送这些家属们 这些长辈们长者回到家中 让他们更安心一点 因为下雨天 市长林又昌在现场特别提到 基隆的疫苗施打率相当高 连住过外县市的民众也都很称赞顺畅有效率 服务很贴心 因此他特别感谢市民的配合 也特别提到感谢整个卫生医疗团队 共同来给民众一个最贴心的服务 把民众当作亲人般的对待 我们在1月16号有连续5天 在之前有连续5天 这是开放民众进行这个集中的施打 那是免预约 那也不用排队 那所以没有想到很多台北市跟新北市的民众 因为这个打不到疫苗 所以很多人跑来基隆打 那不过我们在第一天的时候稍微有一点这个比较排队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在当下就立即做了排除 那所以从第一天的上午之后 其实都非常的顺畅 那每一天施打的一个人数都将近两千人 是速度是很快 人也很多 那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想大家愿意打疫苗是一件好事 那而且现在正在提升了第三季的一个施打率 还有它的一个覆盖率 市长也鼓励所有民众 这个也可以到我们基隆市有四五时间的医疗院所 那也有预约的一个施打的一个服务 欢迎大家多多利用 记者黄日生基隆采访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首度由政府部门举办的黑客松竞赛 假如我是超北市长首都圈大数据策略竞赛 结果揭晓了 评审大奖由黑客规划师团队夺下 他们透过AI与尤测技术结合大数据提出了产业用地转型策略 以及跨域治理模式 让评审们给予极高的肯定 一起来看看得奖青年们的创意 在基隆市长黄日生揭晓下 基隆黑客松竞赛 假如我是超北市长首都圈大数据策略竞赛首奖 由透过AI分析与尤测技术 并结合大数据构思首都圈东策 在产业用地转型策略 与跨域治理模式的黑客规划师团队拿下 我们就切一个基隆这样一个范围 它大概是25公里乘25公里 那我们就取一小块下来 那去教AI去做一个辨识 例如说辨识建筑物 那它学完了之后呢 就会帮我们自动做一个判施 那例如这边就是一个成果 那我们收集几个年起了 那像最早是2000年到2021跟最近的一起 那就会看到对应到不同的发展率 那再把这三个建筑物的一个分布组 叠加在一起就会看出一个建筑的空间变迁 这项首次由政府部门举办的基隆黑客松竞赛 吸引了23组青年黑客组队参赛 透过严格评选 最后有11组入围决赛 作品多元更具有创意 让专家学者组成的评审团大为惊艳 我刚才才想说 如果每一个东西都值得 值大概两三百万 甚至五百万的预算的规划费 做出来的其中报告 所以我们等于赚了几千万的东西 其中北克大团队就提出 串联北北基三世的跨境自行车道建设 更建议在基隆车站等光景点 普设单车设施 解决交通停车及空污问题 我们的三大目标 我们有永续的三大发展目标 希望为市政府可以建置 可以永续且包容的单车道 并为产业打造深度 可以永续发展深度旅游圈 并为游客提供一站式的回馈互动式平台 来自海洋大学基电工程系的团队 则提出智慧垃圾桶计划 透过感测器将各地垃圾相关数据上传云端 不但能有效减少清洁能力 更一并收集到商圈人潮热点等信息 及具市场发展潜力 我们利用感测器去测量垃圾深度 以及垃圾种类 既然我们搜集是open data 去上传到云端 交给云端远层建立的AI系统去分析 我们得到我们想要的报告 我们再把报告出售给政府或者商家 以便于他们预测下一季度的热门商品 或者分配行政资源 那你甚至是可以利用丢垃圾的行为 因为每个人都要丢垃圾 你来建立一个每时每刻的 或者每一天的这样一个热点地图 出席颁奖的国发会副主委斯克和表示 这次竞赛是一项创举 未来政府应该持续加强开放资料库的建制 才能跟上网络世代大数据应用 及策略规划的风潮 我们以前在做的时候就是图面拿出来 看道路看土地 但是现在通过数据的一个辅助 其实一件事情我可以从不同的指路 来衡量这件事 那前一阵子大家可能有注意到 其实基隆市的团队 针对整个国土规划 有一定的一个见解跟看法 这个东西我觉得非常地刺激 过去一个多月的一个热烈的讨论 或许有一种可能是 正因为从基隆的角度来看 我们看得到双美跟桃源 应该在整个国际分工里面暂时不为止 金融市长牛昌强调 这项竞赛名称为假如我是超北市长 就是希望以超越首都圈的规划想象 他也呼吁未来应由北北基陶 四座城市合作 共同提出跨域整合的国土规划 所谓的超北市长的概念是 其实是超越双北的一个尺度 也就是包括台北新北 桃源跟基隆 这其实是一个首都圈 大概是一千万人口的一个大的都会 那在过去我们从来没有尝试说 用这么大的一个尺度 来进行都会圈的一个规划 我们有的就是大概是各行其事 每个城市大概规划自己的一个都市发展的一个想法 但在前一个世纪这样做是还可以 但是在21世纪这样子做的话就显得有点落伍 所以我们在倡议 未来的整个都会圈的一个发展 应该是四个城市要一起合作 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有一个上位的 超北城市的一个想象 才有办法来统整不同的空间规划部门 不同的市政府中间 大家不同的一个想法 那我想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始 那透过数据的一个分析呢 我们能够有更多的这个坚强的一个支持的基础 来整合这个大台北都会圈四个城市 对未来区域发展的一个想象 牛肠也当场向入围的团队邀约 参加四月城市博览会 希望公开呈现这一项竞赛成果 让大家看到北北基陶首都圈的不同想象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去年因为疫情停办的新春挥合活动 今年恢复举办 金融市长林又昌 金融市议会议长蔡旺连 立法委员蔡世应 以及多位书法名家 共同开笔挥合迎接虎年 祈愿新的一年趋吉必休 民众永保安康 金融市长林又昌 金融市议会议长蔡旺连 立法人蔡世应 与金融市文化局长陈敬平 教育处代理处长杜国阵 及书法名家蒋梦良 张明来等人共同挥合 写出人影伏虎 苍隆迎春吉祥 完成开笔仪式 这是金融市文化局所举办的新春挥合活动 去年首度因为疫情停办 今年在金融疫情平稳下决定恢复举办 希望把对来年的期望与祝福书写在春联上 期盼疫情早日过去 国人紧速恢复正常生活 我们每年其实睡末的时候 都会举办挥合的一个活动 那今年其实因为金融的疫情相对的稳定 所以我们恢复办理 而且由文化局跟教育处来联合主办 所以今天除了过去传统上 有一些这个名家的一个挥合之外 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个民众 大朋友小朋友 一起来这个挥合 然后来为全民祈福 那希望在新的一年 我们的这个疫情能够平缓 然后台湾可以这个持续的一个发展 所有国人同胞大家都健康平安 为了写好春联 已经练习好几天的议长蔡旺莲 除了祝福大家虎联行大运 也不忘提醒记得请洗手戴口罩 做好自我防疫工作 写书法 然后用挥合的这个活动 来带动我们明年整个市运 国运会昌龙 是这样子 这个最主要的一大的意义 那也一方面这个书法 是我们固有的传统传承 这个一个吉祥的这个活动 也希望借这个机会 跟所有的观众朋友拜一个年 大家新年快乐 千万一定要记得 要请洗手戴口罩 做防疫的工作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蔡适应者发挥创意 画了一只可爱老虎来代表虎字 希望虎年大家都能平安福气一整年 我本来也没想到画老虎 是我要提笔之前 文化局长陈静平告诉我说 你这个是写虎字的虎 要不要画了比较有创意啊 我一想就说 好啊那我来画一个老虎 所以我想说 为我们今年的春年 增贴一点不同的创意跟风采 那虎年其实老虎就是大猫 那我们想说 借着画老虎的方式 然后当然也写个 比较创意的虎字 祝福大家虎年行大运 在辅会首长与数十会民众一起写下福康两之后 现场还举办名家辉豪正春联活动 在保持防疫距离下 由马水城 吴立琴 郭朝中等书法老师 提笔写出各种吉祥化春联 供民众索取 另外还有书写春联体验 及新春创意版画DIY等活动 在浓厚喜庆的春节氛围中 开心迎接虎年的到来 记者张琪辰继续报道 热国校岁末年终之际 举行社团成果发表会 主持人由学生单纲演出 而在众多社团成果中 学生的活力热情 让师长眼睛为之一亮 一上台就先划一跤 瞬间吸引了大众目光 以上动作请务国法 如果务法的话 我们乐团有四官局 还有长官一片 马上把您送到家 每档上档的节目都很精彩 运动类型的展现英雄气概 不管是跆拳道还是剑道 都好吸睛 街舞的活力 还有中东肚皮舞的演出 见得国小小朋友们 跟着音乐展现美好的一面 我参加肚皮舞参加六年了 然后我觉得这个社团 其实可以就是运动一下 就是每个礼拜就是稍微做个运动 然后柔软一下筋骨 同样展现成果的 还有今年荣获试赛冠军的管乐团 与打击乐团 小朋友会唱的歌曲地唱吗 一样展现音乐魅力的 还有弦乐团 见得国小合唱团更以人声唱出对世界的祝福 一曲《Dona Nobis》完美诠释同音之美 《Dona Nobis》完美诠释同音之美 《Dona Nobis》完美诠释同音之美 在建的国小呢 我们大概有多达二十几个 快三十个社团 包含艺文性的 运动性的 等等的社团呢 小朋友都参加得非常踊跃 再加上今年的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小朋友格外珍惜 这次能够做展演的一个机会 所以都练习得非常认真 小朋友有非常认真的观看 那我个人觉得很感动 尽管疫情横行 但没有教习孩子学习的心 社团成果发表会上精彩的演出 让师生及家长都很感动 见得有这样的活动啊 我觉得很棒 对小朋友 也是一种 他们也很努力地表现 他们自己的所学 很赞 能看到这个奇末表演 让我很开心 因为我能看到更多的社团 让我觉得在建德古小 大家都很有才华 在这个奇末才艺发表会 让我认识了更多的才艺 让我认识了更多社团 让我认识了怎么如何打扯铃 也希望这些小朋友们 能够多多认识这些社团 让世界看见台湾 迎接即将到来的农历春节 孩子们送上满满的祝福 新年快乐 不乎穿风 耶 记者蔡小军 采访报道 学策快到了 七堵区既用市议员杨秀玉和张耿辉 陪同既用商工应届考生 道庆既功拜拜 祈求妈主和文昌帝君 保佑考生金榜提名 庙方准备了十样吉祥的物品 请神明加持 为考生加油打气 顶着寒冷的天气 一群基隆山工学生 在七堵庆祭宫庙城前 拿着暖乎乎的包子和粽子 这不是普通的包子 而是经过庆祭宫妈主 以及文昌帝君 加持过的包子和粽子 光是把包送拿在手上 考生们就信心大增 由于学策快到了 学校在七堵的 基隆山工校长洪光贤 特地带着老师和应届考生代表 二十多人到七堵市中心 香火鼎盛的庆祭宫拜拜 祈求主神妈主和文昌帝君 保佑考生金榜提名 七堵区基隆市议员杨秀玉和张耿辉 也亲自陪同祈福 我们知道妈主庙一直是我们七堵区 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所在 那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祈福活动 那我们也期待能够让孩子安心 让我们基隆山工的学子 都能够在面对考试的时候 都能够金榜提名 那我们也能够把基隆区 七堵区的这个地方 我们能够一起把它繁荣 来祈求 祈求我们的邪弟妹 在新的一年 尤其111年参加协策的 各位协弟妹也希望能够考验恒通 智慧大长 然后金榜提名 再次也谢谢他们 也希望他们加油 加油 你们一定能做到 谢谢 谢谢我们洪校长带着 我们所谓的一起主管 还有所谓的这个 各班的考生代表 今天来到我们清吉宫 来跟我们所有的这些众神 还有我们的文昌帝君来祈福 祝福他们考试顺利 金榜提名 谢谢 庙方更是准备了十样吉祥物品 拜拜请神明加持 除了常见的包子 粽子 葱 蒜 菜头 芹菜 凤梨等七样 带有不同吉祥谐音的吉祥物品之外 更特地准备了沙拉油 也就是努力向上 加油加油 竹笋 考试顺利 顺心如意 以及荆棘的叶子 万事阶级 一帆风顺 为考生加油打气 希望考试顺利 包种理想学校 这个奎心非常灵验 所以每位学者我所知道 不管国考特考什么考 来这边求是有求必应 这是我们神 神佑大家 保佑大家 曾心拜完众神明和文昌帝君后 沁基公主委柯金彪 也请同学们当场分送包子和粽子 象征要包种 但是因为防疫关系 就不能像去年一样 当场吃下去 记者吴俊松 基董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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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农林新年脚步近了 家户围如年夜饭 却有许多弱势无助的家庭 期盼能够吃一顿团圆饭 基隆知名技家猪脚及玉品仙餐厅 第二年发起寒冬送暖 洗开25桌 邀请弱势民众提前围如 用餐民众依序进场 但不忘做防疫 要先量体温 好 一个一个来 你要带到 就等了 还没有到用餐时间 民众已经坐定位 厨房油锅里炸鸡腿 白斩鸡肉准备端上桌 这是基隆知名的技家猪脚 和餐厅业者举办寒冬送暖 邀请250位弱势民众提前围如 相较往年其实 一直有在支持的一些 不管是企业或者是一些民众 其实都有 捐款都有下滑 其实跟去年同期 大概已经减少了一半 那也是希望各界能够多多关注 在这个冬天 这些韩式朋友 不管是独居老人 亲含丹青妈妈 一些街友可以来多多关怀他们 我就想让一些比较弱势的 像丹青的 还有街友 韩式这些人 在年中岁末的时候 大家可以吃一个围如餐 餐后我们还花放一个红包给大家过年 2011年的第一届 现在已经搬到今年的第二届 我们一直承诺说 我们每年会持续搬家区 只要我们继续在营业 我们就继续在搬家区就对了 私立非常感谢我们玉炳仙的何老板 以及我们默默一直支持的 我们苏阿棉女士 我们技嘉出角的老板娘 还有我们很多默默在社会上面付出的 我们各位志工伙伴 以及义工朋友们 在此谢谢大家一起付出行动 然后为弱势发生 也感谢我们玉炳仙的何老板 这次等于说大力支柱 然后让我们的韩式可以吃一个温饱 近来疫情升温 餐厅业者陆续接到尾牙聚餐 退订的电话 但业者坚持第二年举办传爱活动 也让弱势民众感激在心 如果今年这波疫情 如果再从第三级 发第三级下去的话 可能会造成所有的餐饮业 可能至少六成到八成 全部要收起来 其实每一家餐厅 会撑到现在大家一直在观望 整个政府政策后续是怎么处理的 睡末寒冬 疫情却未趋缓 弱势家庭能够提早饱餐一顿 社会满满的爱心 让他们感到无比的温暖 记者黄绍鸣 国际师子会300F区 基隆区七个分会 特地到中山国小做公益 除了捐赠三万元教育基金外 也结合了当地通话礼办公处 及社区发展协会 捐赠60把爱心散 同时对全校的师生 进行儿童癌症 和势力保护的 卫教有奖宣导活动 中山国小学生用乌克利利表演 欢迎并且感谢师子会的公益活动 这是国际师子会300F区 基隆区包括凤凰 中山 中正 理想 仁爱 光华 及和乐七个分会 特地到中山区中山国小做公益 除了捐赠三万元教育金 支持学校校务发展之外 也结合当地通话礼办公处 和社区发展协会 捐赠60把的爱心散 并且利用有医师身份的师友 对全校师生 进行专业的儿童癌症 和势力保健的 卫教有奖宣导活动 包括了我们陈中文医师 他是一个眼科专家 眼科的医师 来跟大家讲势力保健 那我来帮大家讲 这个儿童癌症的防治 我们准备了很多很多的奖品 来跟大家来互动 答对了就会送奖品 那么我们也谢谢我们的师友 今天知道说我们学校正在发展 所以我们也捐了一点点钱 经费 抛砖以遇 万一你要是没有带雨伞 我们可以利用我们这个爱心伞 可以借回家 可是借回家记得要带回来 希望各界善心人士 如果有心要响应 让所有的小朋友 能够再更上一层楼 再由刘校长跟中山国小 所有的老师来带领下 会造就一些更棒的人才 狮子会的爱心公益活动 也受到校方由衷的感谢 真的非常谢谢季医师 带来我们这些师友 师子会他们带来很多的一个精彩的节目 这场公益活动中也邀请到警察局 第四分局中华派出所进行交通安全 以及反毒宣导 加强全校师生的警觉心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菊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欢迎准时收听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 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如果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1 2 3 4 4